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各位老朋友再度來到總統府 在疫情期間 各位業界領袖帶領的國內最具代表性的工商團體 扮演企業跟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 協助臺灣的經濟在全球逆勢中持續成長 所以我要在這領頭中的表達感謝之意 展望2023年 國內外機構都預測 全球在通膨等挑戰之下 經濟成長會趨緩 企業也將面臨一定的壓力 因此 從去年底的國安會議開始 我就請行政團隊要嚴謹 因應 讓國內經濟維持穩健的發展 我們也會輔導企業 邁向智慧化跟比特化 並且由專家輔導團 提供質詢診斷 再加上資金的協助 希望做企業最好的靠散 讓中小企業能夠長久經營發展 除了幫助產業能夠度過變局 我們也要在研發創新方面不斷精進 才能夠繼續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爭優勢 今年我們修正公布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則 提供前瞻研發跟先進製程設備的投資期檢 希望能鼓勵我們的企業擴大投資 讓半導體產業在台灣能夠繼續生耕 同時也帶動中下游的供應鏈一起增長茁壯 另外 靜零轉型是產業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必要條件 去年國發會已經公布了靜零排放的轉型路徑 再向今年氣候變遷因應的通過 都顯示政府在推動靜零排放上的決心 我們會以先大後小 以大代小的方式 循序漸進 降低中小企業在轉型過程中遇到的衝擊 我們也會透過補助的機制 加速企業投入低碳生產的技術 把低碳 零碳的挑戰轉化成為商機 將綠能產業打造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而中小企業面對法規調整的擔憂 政府也非常了解 也會積極和大家一起解決 我們會輔導中小企業 完成碳盤查和減碳的策略規劃 這次特別條例也特別規劃了相關資源 來幫助我們中小企業進一步跟上靜零排放的行列 最後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業界先進的支持 希望我們繼續能夠一起密切的交流 一起為臺灣創造更大的繁榮和發展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